那么应该说去年的中美贸易 从整体全年的数据来看 是有所下降的 这个在前面我的介绍当中 已经讲过了 那么去年实际上从11月 12月份开始 自美的进口呢 已经有了恢复性的增长 随着中美即将签署 第一阶段的协议 不论对中国 对美国 以及全世界 不论是对贸易 还是对今后的经济的预期 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有庞大的市场 我们的贸易 也是多元化的 我相信在我们 中美两国共同努力下 中美经济贸易 这个关系 会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取得新的进展 不仅仅对中美两国 对世界各国的贸易 经济发展 都是有益的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